民眾來到大五輪森林運動公園兒童遊戲場 一旁攀爬區孩子們玩得不一樂乎 正想奮力往上爬時 卻發現遊具的岩塊出現了鬆動 一不小心很可能會摔得人仰馬翻 哦 上面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 哦這個也是鬆鬆的 可是其他的都不會 遊戲場攀爬區開放5到12歲兒童使用 清明年假期間 吸引不少家長帶著孩子前來玩耍 不過攀爬區卻發現 原本固定在牆面上的岩塊 出現了螺絲鬆動現象 借用C元胡華家接獲民眾反映 立即通報市府前來處理 現在在的位置是大五輪森林運動公園 我們這個公園的這幾天 其實非常多的家長帶小朋友來這邊玩 我們就有發現說現場的這個攀岩廠的岩塊 它有鬆動的現象 那就我們的瞭解呢是在廉價之前就已經有這個情形發生 其實家長跟小朋友都非常擔心 因為攀岩廠他的郵具通常都會有一點高度 那都會比小朋友的身高高了大概四五個小朋友那麼高 那他們往上爬的時候因為那個重心會踩在岩塊上面 它鬆動的時候如果就是腳沒有踩穩 也怕小朋友從就是上面直接這樣子滑下來 然後又撞到其他岩塊那造成受傷的狀況 所以其實家長非常的擔心 這處109年新建完成的大五輪森林兒童遊樂場 很受到民眾歡迎 但因為竟用多雨天氣 這次民眾發現攀岩區岩塊鬆動 立即向市議員反映 管理單位去公所在上班首日隨機派員修復 蠻感謝我們吳華家吳議員辦今天的會刊 說真的這個地方只有里長對不對來巡視的話 當然如果有公所來加強的輔導的話是比較好一點 是一個檢疫給小朋友使用的一個攀爬場 那可能這個使用上可能 他主要是用那個螺算方式固定 可能使用上也有一點過度的狀況 那可能這個螺壓不然已經鬆動了 那廠商今天已經來做一個修復 這個部分可能修復方在使用看看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會建議說這種部分就是說 做一個固定一個週期性的一個檢查 大五輪森林公園兒童遊樂場設備齊全 包含了溜滑梯、蕩球籤、籃球場等設施 為了求安全起見 市議員吳華家建議管理單位要定期的巡檢 來維護遊樂場的安全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